严莹是个贫苦而美丽的少女 和母亲相依为命 日子虽然辛苦 却也快乐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 打破了她们的平静生活 严莹17岁那年 不幸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 身体急剧恶化 生命垂危 母亲四处求医 好尽家财 也没有治好 在严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 奇迹似乎出现了 她突然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的灵魂 仿佛离体般 漂浮在一片模糊的虚无之中 眼前 两名身穿官服 手持锁链的陌生男子凝视着她 仿佛要将她带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 严莹 杭州人士 因感染瘟疫 17岁病逝 其中一名陌生男子低沉地念着 严莹顿时明白 她已经死了 而眼前的这两名男子 应该就是地府的勾魂使者 望着哭得撕心裂肺的母亲 她感到无比心痛 却又无能为力 在阴差的指引下 严莹被带到了陌生的镇子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继续勾魂的时候 严莹忽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犀利 将自己拽向一处宅子 她被神秘的力量牢牢束缚 使阴差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拖进宅子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拽不动她 其中一名阴差迟疑地问道 她的魂魄可能还有未完的缘分 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保护 我们不能勉强带她去地府 必须再观察一下 另一名阴差陈生说道 第二天清晨 严莹意识到 自己并未真正离开人时 她醒来时 四周聚集着四五张欣喜若狂的面孔 其中 一个胡子花白 身着华服的男子紧紧抱住了她 优弱 我的好女儿 你终于醒了 可把爹爹给吓坏了 张元外激动地说着 优弱 严莹心中一惊 她发现自己竟然成了 这个名叫优弱的姑娘 虽然严莹保留着她的记忆 但在这个陌生的家庭中 她对所有人都感到陌生 为了掩饰自己的情况 她只能装傻充愣 对大家傻傻地笑着 不发一眼 不知情的张家人 以为她是因为生病而头脑不清 纷纷表示理解 严莹继续在这个新的身份下生活 同时暗自思索着自己身陷何处 为何会出现在这个家庭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严莹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身份 也渐渐融入了张家的生活 然而 她对自己过去的记忆 始终不愿忘却 尤其是对母亲的思念 一天 严莹终于鼓起勇气 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张元外 张元外震惊不已 然而面对严莹的真诚与坦白 她感受到了这个少女的真心 你就是我的女儿 不管你是谁 我都愿意承认你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张元外坚定地说道 严莹成为了张家的一员 然而 她的身世之谜仍然未解 而张家中的阴谋和秘密 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命运的交错 使得严莹和张家之间的纠葛 渐渐显现 而她的过去和未来 也将在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家族中 展开不为人知的故事 严莹在张家的生活 逐渐变得有序而平稳 她努力适应这个新的身份 而张元外也对她是如己出 然而 她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魂魄交错 家族中隐藏的阴谋 逐渐浮出水面 在严莹的努力下 她逐渐获得了张家仁的信任和喜爱 尤其是张元外 张元外将她当成了亲生女儿一般宠爱 让她在家中拥有了温暖或归属感 然而 在这个表面上平静的家庭背后 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阴谋 严莹发现张家的三个妻子之间争斗不休 竟然为了争夺张元外的宠爱 不择手段 甚至谋划着毒计 张元外最爱的大夫人一直对严莹友善 但严莹渐渐察觉到 她有意将自己与张元外的关系拉近 然而 严莹心知肚明 她并非真正的优弱 大夫人的疼爱 只是因为她代替了优弱的身份 另一方面 优弱的身体依然虚弱 她住在偏房 时常听到家人的议论和嘲笑 严莹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和委屈 也明白自己就是这一切的源头 严莹渐渐觉得责任重大 她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存在给张家带来困扰 也不愿让家人因为自己而伤心 她决定暂时保守秘密 继续装傻充愣 以不引起张元外和家人的怀疑 然而 命运的抉择并非她能左右的 有一天 严莹偶然发现自己能够梦到两名阴差 那是那天夜晚带她去地府的两名使者 阴差告诉她 由于那次幻魂仪式的干扰 她成了优弱的魂魄代替者 而优弱的亡魂则离奇地消失了 更让严莹震惊的是 她得知优弱的魂魄因为幻魂出现意外 无法回归 成了孤魂野鬼 原本应该属于优弱的身体 如今被严莹的魂魄所占据 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 家中的阴谋和争斗不断升级 严莹发现代夫人和一个神秘的道士之间 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道士似乎对家族的财富和地位充满兴趣 他们密谋着 如何继续利用优弱的身份来谋取利益 严莹深知这个家族即将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她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 她也不忍心看着优弱的灵魂孤苦无依 成为孤魂野鬼 在悄无声息中 严莹开始展开一场关于真相与正义的冒险 她必须寻找到另一位失去魂魄的优弱 将她的灵魂归还原主 同时 她也要揭露家族中隐藏的阴谋和邪恶势力 这是一场命运的交锋 一个普通少女因为命运的捉弄 被卷入家族的危机和阴谋之中 她将面对众多挑战和考验 但也会收获成长与勇气 身份与命运之间 她该如何抉择 她不知道的是 她将见识到幻魂术 严莹决定寻找那位失去魂魄的真正优弱 她在家族中留心观察 细细梳理记忆中的种种线索 幽若并非是张家的亲生女儿 而是在十年前被家族所收养的孤儿 幽若的妹妹幽婷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她告诉严莹 十年前 家族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 便将她收为养女 并取名为幽若 幽若生活在家族中 虽然没有享受到亲生女儿的地位 但大夫人对她一直关照有加 母爱也没有缺失 而在那一年 幽若正值生日 而张元外希望给大夫人一个惊喜 所以命人安排了一场华丽的生日宴会 然而 就在宴会进行的时候 一位神秘的道士出现在家族面前 自称可以让大夫人的心愿成真 幽若被带上了神秘的仪式 然而那场仪式 却是一场邪恶的幻魂术 大夫人的心愿是要一个真正的亲生女儿 而幽若的身体则成了祭品 幽若的魂魄离体后无法回去 成了孤魂野鬼 而颜莹的魂魄 则被不幸卷入了这场邪恶的仪式 代替了幽若的身份 颜莹心中悲凉 她明白家族中的阴谋和邪恶 是如何发生的 如今 她必须找到幽若的魂魄 让她回归原主 还她一个正常的生活 颜莹开始搜寻幽若的灵魂 她研究着有关孤魂野鬼的知识 寻找方法将秀方的灵魂引回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颜莹获得了一本 记载有道士秘法的古老典籍 这本典籍记载着唤醒孤魂的方法 虽然步骤繁复 但颜莹并不畏惧 她决心要为秀方寻找归宿 颜莹开始策划行动 她决定找到那位神秘的道士 揭露她的阴谋 并夺回忧若的魂魄 同时 她也要用典籍中的秘法 唤醒忧若的灵魂 让她得以安息 她知道 要完成这一切 需要勇气 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颜莹偷偷躲开家人的目光 前往寻找那位道士 在一座僻静的寺庙里 她终于找到了她 面对着道士的阴冷目光 颜莹展现出了她的聪明与果断 你的阴谋已经败露了 我知道一切 放回忧若的魂魄 否则后果自负 颜莹的声音坚定而冷静 道士闻言 冷笑了起来 你以为你是谁 一介无名的女子 竟敢与我为敌 你的魂魄是我亲手勾去的 现在想把她要回来 呵呵 笑话 颜莹并不害怕 她从背后拿出了那本古老典籍 轻声念着其中的秘法 身后 一阵阴风吹过 似乎孤魂野鬼的气息 渐渐被唤醒 道士目光一凝 没有料到颜莹竟然知道如此古老的秘法 她冷笑一声 手指接应 试图将颜莹镇压 然而 颜莹并未退缩 她坚定地念着秘法 将优弱的灵魂引了回来 就在这时 寺庙内传来了张元外和其他家人的脚步声 颜莹得知 道士一直在这个家族中秘密行动 不知何时 已经渗透到了家族的核心 颜莹决定将一切告诉张元外 揭露家族中的阴谋和邪恶势力 她带着优弱的魂魄回到了家族 面对着张元外和其他家人 她讲述了一切 张元外震惊不已 愤怒地责问道士的行径 而颜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世之谜 她希望能找到那位真正的优弱 将她的灵魂还原 在张家人的支持下 颜莹开始了一场寻找真相和正义的旅程 她和张家人一起探寻线索 揭开了家族中隐藏的秘密 最终找到了那个真正的优弱 颜莹将优弱的灵魂还原 还给了她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 重新融入自己的家族 家族的危机终于解决 阴谋和邪恶势力也被清除 颜莹成为了家族的英雄 她的勇气和智慧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 在这个冒险的旅程中 颜莹不仅找回了自己的身份 也找到了真正的家 她和张元外之间建立起了真挚的亲情 优弱也成了她最亲密的姐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